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万五千零四点 大概就一万五千点整 较量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2249亿跟上个礼拜五差不了多少 那看起来行情似乎很平淡 量没有变化 指数小涨个三十几点 但今天涨停满的股票其实相当多 以上市来说有13家 上规来说有18家 总共有30亿家的涨停满 所以代表就是说 这个行情其实它持续在增温 只是说它增温的部分不在于 可能大型股或者是所谓的加权指数 因为我在礼拜五也提到就是说 从过去的经验进入到12月份 老外准备要安排他的年度的假期 那像我们台湾人其实就是很命苦 每年的可能年假比如说七天八天 有可能十几天 那少有人一口气一次放完 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 怕工作就是留给公司的其他同事 要代劳 所以在休假上 可能我们东方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就比较奴性一点 就不敢一次放比较久的价格 老外不一样 今天老实要放假就是要放假 我年度假期就是要放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四个礼拜 那个真的就是一放假就是出去玩 一放就放很久 所以通常到12月份 你发现老外陆续就开始 就开始要去休假 所以12月份它量就会下去 然后一路下一路下到圣诞节 到元旦一个礼拜 是放假的最高峰 那成交量可能比如说以往 可能成交量少的时候1000亿 可能那时候变500亿 2000亿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1000亿出头 所以那个影响是蛮大的 当然最近这两年 就是说本土的成交量比重占比整个拉升 然后当中比也很高 所以外资放假对于成交量的影响 不会像以前那么大 不会说可能影响到超过五成 但中间还是有影响 所以再来 强烧量会持续的维持一个 不会太大的一个状态 今天最后一盘量补进来 总共2400亿 后面可能就是会慢慢慢慢往下 指数空间会比较压抑一点 但是ODC今天相对强 涨了0.57% 这也显示在就是掌清板 ODC有17加 上市有13加 13加其实也不少 但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不占权重的股票 相当的活蹦乱跳 所以清一色 上市上柜的所有掌清板的排名起来 红通通一堆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就是说年底这段时间 包含法人 他也要就今年的年度绩效 做最后的努力 所以会有一个所谓的坐账的行线 然后一些公司集团 通常也在这段时间 比如说有一些甚至有加差持股的 集团坐账年底坐账 股价通常也会有所表现 那大股东可能也想要在这段时间 前面大跌回补一些持股 年底做点股票上的绩效 然后9月10月跌那么惨 中石户其实如果说手上有很多资金的 那也都是见烈欣喜 然后年底又是所谓上市公司的做梦行情 如果说不是说卡到说 哇有很多库存的 然后可能景气很差的 如果第四季还是成长创高 明年又更乐观的 这时候已经大鸣大放大吹特吹 牛皮吹到最大 股价一波涨到最凶 大概都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9月10月跌成那个惨样 人家说什么 股市就好像皮球一样 你跌得越深 你压缩得越厉害 那个反弹力道越强 所以10月份的那个极度的杀戮 杀破12682 所以造就这一波的反弹行情 会比过去可能年底的中暴行情 来得更为强劲 当然不代表所有股票 你还是要有所选择 你要选明年有 最大的梦可以吹牛的 有的吹吹变真的 有的吹吹变假的 但现在先吹先赢 半年之后业绩有没有那么多 一年之后有没有EPS有那么高 不知道 这段时间就是吹牛行情 那讲正规一点 就是说的做梦行情 做梦题材 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大家每天大概盘中 二三十档甚至三十档 掌停板 应该会成为最近的常态 事实上我们今天手中持股 四档亮灯 四档亮灯 总共持股 投资组合 不同组别加起来总共七档 其中四档盘中 通通亮灯掌停板 就是做梦行情开始上远 第一档金利科 今天亮灯锁掌停 当然股价离高点很远 但是掌停板就是好事 尤其是金利科 它今天的掌停板 今天是12月5号 应该上礼拜四公布营收 礼拜五是反映完公布营收的第一天 今天是第二天 公布完营收之后 前面股价是慢慢压回 股价慢慢压回 从219慢慢压回 公布完营收之后 反而亮灯掌停板大涨 然后很好玩的是 最近金利科 投信也卖两天 礼拜五卖了226张 礼拜四卖了495张 我看看账上投信实股 几乎在这两天 卖了大概800多张 应该全部都清仓的差不多 当然我有了解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投信钱没有不卖 要卖这个位置 据我所了解 有很多投信的超盘人金与人 可能在这段时间 因为今年行情很不好 所以账上绩效可能有的真的是 还蛮差的 被换掉的 被砍掉的 被fire的 大有人在 一般来说 投信的超盘人金与人 如果说换了 换了 比如说由A换成B超盘 B可能不认同前面的那个人持股 他也不想承接那个人的击效 一般来说 通常换金与人的时候 持股都会清一趟 所以这很有可能就是 金与人有异动 所以持股出清 那其实也不多 就800张 然后当这两天在卖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 卖了800张 其实股价没有什么跌 是因为我就想说 筹码就是又被吃走了 又被吃走了 然后营收公告 只有2000万 2093 比上个月的2627万 还来得更少 但股价却大涨 这就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说 这边可能可以开始 期待全新的路障 当然会不会路障 说实在我们都不知道 但在股市 今年应该是第26年 我知道的是 市场永远有人 比你早知道 这是一个股市的现实 永远有人比你早知道 我们都不晓得 全力金会不会路障 但是当营收如此之烂 但是股价却可以亮灯涨停 那是不是 或许搞不好 从九月份的签约 全力金该付没有付 乔了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基本上都十二月了 新历年的年底 那一月份几乎是农历年的年底 那是不是有机会 股价看起来 有这个味道 有这个味道 所以说可以开始期待 全新的路障 那如果反过来说 如果真的说 十一月份会是 最后一个烂营收 后面股价当然就精彩 因为我说全新进路障 才会启动后续的台积验的 投片的相关的工程 一旦启动投片 后面就可以开始推算说 什么时候要交货 什么时候量产 什么时候交货 营收 什么时候灌进来 那明年到底客户给多少的预算 要出多少万颗 一百万颗 两百万颗 三百万颗 那我也试算过 每出一百万颗的 形成电脑处理器 带的EPS供应应数 是超过十几块钱 只要三百万颗 就是可以算三十几块 所以那爆发力非常大 所以这一波包含M31 金星科 创意 力望 世新 要么涨回到十月以前的高点 要么涨到历史的新高 像M31 这个创意是创历史新高 那金星科相对还在低档 所以他在等准 就等这个全新入仗 只要一入仗 就跟他们一样 回到高点 我认为那不再滑下 所以今天的赏金板 我觉得可以开始期待 可以开始期待 因为营收公告之后 反而利空出景 金星科是今天第一档赏金 那第二个雷虎 今天再度量争涨停 我常在讲 前面他就最飙 敢涨停的敢跌停 会跌停的又会涨停 然后大涨两天 整理三天 今天再度量争涨停板 所以今天他又是军工股 最强是最早 拉上去锁涨停的 锁了57000多张 几乎58000张 凭什么他的净值只有9块多 没什么赚钱 为什么股价飙成这样 就是因为乌尔战争这一次 无人机小兵力大功 你派无人机去勘察 不用担心人命的损失 无人机又便宜被打掉了 也就算了 上面可以装炸弹 看看锁定定位 后面可以炮轰 无人机自己也可以轰炸 躲在壕沟都躲不掉 躲在树林里也躲不掉 因为无人机还可以装一些热感应的 一些相关的感测器 所以躲在哪里都找得到 变成一个战场的主流 世界各国全部都 争央采购相关的无人机 包含侦测用的 军事用的等等都有 那雷虎 包含国内经济部国防部 中华电信 国外土耳其 海内外都有新的合作案 那有的包含是通讯用的 有的是包含是长城军用的 或者民间使用的都有 所以这无人机未来的市场太大 军用通讯市场相当巨大 包含民用的 所以这一波是涨最早的 也经过一番整理的 今天这一根亮灯的涨停板 还没过高 但涨满的收盘价位 已经仅至于这一根 算下这一波收盘的次高纪录 也就是说明天再涨 收盘价如果说再涨个三五% 它就可以撞收盘价的最高纪录 其实实质上 它就已经进入一个新高的阶段 所以今天的第二个涨停板 第二个灯 年底要买就是要买这种 放眼未来一年 最大的梦 想象空间最大的 而且美国要求台湾 在2023年经过一年的准备 2024年要扩大国防的生产 所以想白就是说2024年可能 美国会释放出很多特定的军备 要你台湾自主生产 丢给你生产 衍生出来的商机当然相当巨大 材料 零组件 设备 都要非常大的商机 所以未来相关的公司 我认为相关就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军工股仍然是年底的一个主流 所以雷虎今天的第二个灯 第三个灯是上礼拜五 一度涨9.4%的营收暴冲金民股 六XXX 然后今天亮灯涨停 101.5元 6231的细微 营收暴冲金民股 尾盘亮灯涨停 略做压回涨5.9元收98.5 股价是连创新高 突破均线 加速喷出 上档没有压力 投信天天买潮 在年底这段时间 这种股票无需预设高点 因为他们都是最标的 因为它是做什么 做电脑或者server 开机系统BIOS的相关的韧体 你就把它想成软体就对 软体股 那之前 在server这一端最大客户是微软 微软 但除了微软之外 近期拿到美国的第二大新客户 是第二大网络大客户的server BIOS的相关韧体的订单 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 所以在这个订单的加持之下 十月份营收可能维持还不错的水准 但十二月份营收估计是一个年底的路障 跟M3U非常的雷同 在年底都会有一个一大一比的路障 我们估计营收会比十月份 暴冲大概九成 十月份可能跟十月份差不了多少 但十二月份有机会暴冲九成 接近一倍的成长 然后明年在新的客户的加持之下 要大成长五成 这是相当大幅度的成长 因为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要面对说 今年因为通膨的因素 战争的因素 中美的科技战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下滑的因素 其实很多产业明年景气都不好 所以可以成长个三成五成的都已经相当厉害 成长七八成的那个都已经是最不得了的公司 所以明年细微将成长至少五成 今年估计赚八块半 其实也比去年成长很多 去年赚五点九四就算六块 今年前那一就已经赚 跟去年差不多了 第四季加进来 今年可以赚八块半 呈现一个强劲的成长 但明年估计要赚十二块 十二块 所以我们说以软体股来说 十五倍本预比基本上都已经很低估了 而且它是成长五成的软体股 二十倍都合理 所以隐含股价空间超过八十趴 八十趴 翻倍都有可能 但是一波的操作 我们没有说要什么赚八成一倍 不需要 只要在这一段时间年底 十二月份 过年前一月份 两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一档一档强势股操作 每一档都跟M3一样 一波赚起来超过三成就好 两个月抓个三档三成 那就是一倍 所以有实力涨超过八成 那目标 再达成一个三成的获利的操作 那今天细微是我们第三个灯 第三个灯 盘中都是亮灯上的 一档一档来 然后再来 最近这几天最新布局的方向 是中国大陆其实上个礼拜抗议得非常严重 还好没有插枪走果产生比较血腥的镇压 还好没有 因为民众诉求其实就是要解封 所以大陆官方调整很快 就陆续解封了 一堆地方全部都解封了 那整个官方官媒的风向都改变了 没有要强制你关在家 也没有要什么一定要筛减 没有了 所以大陆的内需消费整个拉起来 所以内需消费的复苏的股票会很多标股 这是全新布局的方向 所以另外一档营收爆充的金费股11XXX 礼拜五大涨7.6% 今天再涨5.9% 来到161块的新高是1707的葡萄王 营收爆充的金费股 尾盘收涨5块收157 也是创下盘中跟收盘的波段的新高点 投信也是连续性的买潮 你看本土法人都很敏锐 看到大陆一解封 钱就进来 开始找相关股票 因为一来葡萄王 他直销 卖一些保健食品 通常11 12月份都是他的 年底的所谓的中年线的销售旺季 所以看去年11 12月份已经收到大好 前年也是一样 今年也是如此 然后明年中国市场估计要成长5成 因为开始解封了 今年赚9块 明年估计12块到13块 相关的保健食品本营比 大概都20倍起跳 如果明年赚12 13块的话 股价大概可以到250 260的话 也就是说隐含空间超过5成 所以投信才会在这边一直买 一直买 搭上中国解封的列车 那同样的有5成的空间和8成空间的股票 只要在未来一两个月之内有个三成的波段行情 我认为那都不是难事 那过年前我们就是会用这样的操作节奏 买最强的年底做梦股 一档一档的转 转完一档换一档 一口气 帮大家实现三成三成三成的倍数获利的操作 所以我们买的都是金铭股 最强的毛利率 银一档EPS 成长性 市占率 当这些条件都具备 年底这段时间 它就会是最强的标股 那我们的节目也将在12月31号告一个段落 那在月底年底之前 推出的达人688的优惠专案 来电说出达人688的通关密语 我将带你操作到2023年的年底 同时有最大的费用上的回馈 让大家都可以负担那几个之外 那只要你打电话来 马上给你一档最新布局的全新金平小标股 等会儿我们再聊 挑股票 好 中国毕竟有13 14亿的人口 所以当这个市场在极度的 所谓的动态清零的风控之下 造成的内需的消费大幅度的崩坏 那也就是因为极度的破坏之后 这个限制力道的手一旦解封一旦松手 那个消费力道反扑的状况会非常非常的强烈 就跟台湾一样一解封 去个饭店 去吃个饭 去个景点 全部都是人 因为大家已经闷太久 是一种报复性的反弹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最近大陆一解封 相关的所谓的中国消费的那种 复苏的股票 股价整个都坦升上来 它会成为继军工股之后 台股另一个全新的主流 所以你要跟着市场的脉络走 你不知道 你就要跟着我做 因为我们在这个市场太久了 所以那个市场脉络怎么走 军工上来了 很快就知道了 中国的消费的相关产业上来了 很快就知道 所以葡萄王就喷起来了 除此之外 今天也布局了另外一档 消费产品的新标股 早上买 早上还有黑的 买一买之后 也是一样亮灯收场 超强的标股 盘盘盘盘盘 开始带量喷出 因为中国解封相关产品都开始受惠 开始受惠 然后今年估计就可以赚12块 明年将是一个超级大成长 超过一倍 上开25块钱 所以在获利上可以翻倍的股价 其实常常在股价上 涨的都不会只是一倍 股市很好玩 你可能获利成长五成 营收成长五成 可能基本上股价可能就成长 涨超过一倍 因为除了它反映成长之外 它还会反映所谓的本应比的一个调整 所以当获利要标一倍 明天它就会是一档 非常翻倍的大标股 所以今天也是硬买 就赚涨去 这是全新的消费产品的新标股 所以节目将到年底告一个段落 推出的打人688最优惠的专案 来电说出打人688通关密语 我将带你超出到2023年的年底 同时有最大的费备上的回馈 然后大家都负担任期 打电话来的 可以立即得到一档最新的标股 消费性产品 全新的标股 全新主要 祝大家消息顺利 明天再见 与风险